上一次咱们讲的是动作是吧 这一次咱们讲什么呢 讲讲试图 试图咱们其实以前也接触过 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块有一个按钮 就叫试图按钮 在试图按钮里面呢 咱们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基本的试图 比如说普通试图 这个呢就是普通试图 在讲试图之前呢 咱们先了解这么一个概念 叫显示隐藏 在word里面呢 有显示隐藏编辑标记 比如说这个制表符啊 还有这个段落标记啊 你可以显示出来对吧 那么这里面也有 有一个标尺 有一个网格线 如果我把这个标尺显示出来 网格线显示出来 这都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除了那个对齐工具之外 还可以通过标尺和网格线 来进行对齐啊 包括那个制表符对吧 是吧 这个制表符你先回忆一下 在讲表格的时候 讲过了这个制表符 另外一个这个试图方面 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显示比例 你可以设置一个自己定义的显示比例 比如说你想设置成36 确定一下 那么它就设置成你所要的显示比例了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标尺打钩去掉 然后把网格线打钩去掉 这样这个显示比例就 这个就 就也可以设置这个 然后也可以设置标尺和网格 还有什么呢 在这个灰度里面 你可以把它整个设置成灰度 当然它现在本身本身这个 这张幻灯片就就是灰度是吧 假如说 你在这块设置一下这个 这个在这个 这个这个 试图里面 或者你选中这个 选中了之后 或者你在这插入一个 你你把文字啊 选成什么什么颜色 选成红颜色 选成红颜色 知道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试图里面把它滚成 选成黑度了 或者黑白 哎 你看如果是黑白之后 就是这样 如果还原到彩色呢 哎 你看这个字就 是不是就比较红啊 对 那么 这个是试图里面的显示比例 还有这个窗口 窗口 比如说 你可以新建一个窗口 大家就注意 当你新建窗口的时候 哎 这玩会有两个 对吧 一个是毛号 一个是毛号 咱们在这个 移动幻灯片的时候 已经学过这个了 就把演示文杆一分为二 那么这个 这时候呢 你可以使用试图里面的这个 这个层叠 哎 或者平铺之类的 就相当于握了 里面这个层叠 或者平铺 对吧 哎 然后呢 就复制粘贴 从不同 不同窗口里面进行复制粘贴 就可以了 对吧 哎 每一个呢 你都可以切换 切换到这个 这个演示模式 然后这边呢 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切换到 每一个都切换到指定的模式 哎 你可以 你可以选择吗 对吧 如果你要快速选择一个 一个窗口怎么办呢 就切换窗口 他就告诉你 当前总共有几个窗口 而选中的是哪些窗口 一个两个 是吧 有总共有两个窗口 哎 选中的是一个窗口 好 关病了 就剩一个了 然后咱们把它切换到这块 有一个普通视图 大家注意 这底下也有相应的这个显示比例 和这个普通视图 这个幻灯片浏览和放映视图 那么这个意思 大家当然都知道了 对吧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基本的一些视图 有哪些视图呢 还是在视图里看 幻灯片浏览 普通视图 哎 这块是 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 啊 俗话说的好吗 横看成岭 侧城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实如山 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哎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说这块有一个山 你从这个角度看 是这样的山 你从这个角度看 是这样的山 哎 高 很高大的山 这个这个呢 是一个 这是一个普通的山 哎 你从 俯视 哎 这个山很矮 是吧 哎 你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这个山 这个 这个 绿水环绕 非常漂亮 啊 就是说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这个山本身还是这个山 但是 水呢 本身的四周外都有水 但是 但是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有不同的效果 就像看人一样 对吧 你通过这件事 看这个人是什么样 你通过这件事 看人又是什么样 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人与坏人 是吧 哎 只有 大家都是在这个 不同的条件下 这个 这个 做不同的事情 啊 这个这个其实 跟做 做人也一样的 那么 这 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呢 就是普通仕图 哎 然后还有幻动片 浏览仕图 被注意 武板 打一幻动片 那么所有这些仕图 是什么呢 这些仕图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同一个演示文稿 比如说 是这个 PowerPoint 啊 第五章PowerPoint 点PPTX 这个演示文稿来说 我如果在普通仕图下看 哎 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还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幻动片 如果我在这个 幻动片浏览的模式下看 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如果我在放映的情况下看 哎 大家看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同样一个幻动片呢 确实是同样一个幻动片 那为什么会不同样子呢 哎 因为他们所在的仕图不同 对吧 那么这个 总共有多少种仕图呢 点中这个仕图 这个选项卡 啊 你可以看到 哎 就这么多种仕图 啊 就普通仕图 备注业等等 那么 这块还有这么一个仕图 叫做幻动片模板 讲义模板 跟备注模板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哎 咱们这次呢 就先讲到这块 然后紧接着 讲到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母板 你要想做好幻动片 一定要设计好模板 好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